- 嗨嗨,安安 好嘞 那我們今天先來玩這個隨興工作室 他們新出的一款 不是他們新出 他們所新漢化的一款遊戲 隨興工作室他之前也有漢化幾大的 我玩過他們的遊戲就是 伊諾莉的薔薇跟白蛇紡漆 那兩款遊戲都還不錯 他們選擇的遊戲還是有水準的 對,那我們現在玩的這一個是 屬於黑暗探索類型的ADV遊戲 叫做Dear 親愛的 他是一個關於小女孩 一個微不足道的小故事 聽說他沒辦法說話 好,我們等一下就來玩看看吧 嗨嗨,晚上好,大家好 好,那我們就開始吧 GoGo Dear,等一下我下載中文版吧 對,沒錯,他現在出現一大堆日文 害我有點害怕,我以為我下載錯 請注意遊戲會有部分暴力行為的內容 OK 一個小妹妹,他嘴巴是被縫起來的是不是 按S鍵跳過文章,神經病才會跳過 跳過對話確認 所以他這個機 這是日記 好,他有屬於日記的東西 他可以自己存檔 可以 什麼聲音啊,等一下我帶耳機 又穿我們聲音耶 難怪沒有聲音,我沒有開喇叭啦 別騎了 奇怪,怎麼沒有聲音 欸,他跑不過去還會有灰塵耶 放著巨大的地球儀 空箱子 啥物 昂貴的花瓶 難以閱讀 老舊椅子 知 少碰不到門吧,他太矮了 可是他這樣感覺好可愛喔 他那個是被縫起來還是單純貼貼布喔 應該貼貼布吧 呃 嗯? 喔,門這邊在動 不是門,書在這邊在動 這個妹妹根本就已經是BOSS了吧 人家只是長這樣而已好不好 謝謝你,得救了 我被書本埋住了,完全動不了了 你不要過來喔 你不要過來喔,那可怕的生物 呵呵,這傢伙好可怕喔 還以為會被書本壓扁啊 你怎麼不被壓扁啊 這裡是哪裡啊 房間都灰塵了啊 好 要從這裡出去嗎 這樣啊 呵呵呵 他是來幫我們的嗎 話說這一個 他是烏鴉嗎 這個烏鴉還有辦法用嗎 我也要出去 啊,然後你們就突然勾得到了嗎 什麼?手碰不到門把嗎 嗯 嗯 那麼把那個椅子移動到門前吧 按決定移動可以移動 欸 是的,移動吧 喔,他是這樣子用 這裡是閣樓嗎? 呵呵呵 畫面是黑白的耶 他的畫面是走黑白風的 還蠻可愛的耶 我覺得 沒有被點亮的主台 一片西黑 椅子 他的階梯間隔很大呢 要小心啊 好可愛喔 可以進去 這本書有寫到我呢 烏鴉雨水 所以他真的是烏鴉 靈氣滿滿的飛走了 這個故事在說 我很聰明啊 烏鴉很聰明 學學烏鴉 可是為什麼要特別亮起來 讓我們去看啊 難懂得說 我站在椅子上 拿不到這個 來了一本繪本 The Scare Tear 的繪本 欸 那不是Scare 看錯了 來看一下這什麼 有一天 少女到山上採花 在那裡遇見了女神 少女用花製成的法式獻給女神 少女的善意 使女神感到十分高興 等於某一天山上發生了火災 少女雖然一次又一次的 用井裡的水來滅火 但火是並沒有熄滅 看見少女如此悲傷 女神感到非常心痛 並流下了眼淚 眼淚珊珊落在熊熊燃燒的火焰上 是珊珊嗎?我也忘記這字字 怎麼唸 隨後 火焰爐頭被淨化般的熄滅了 少女很高興 但山上的花朵 全部都被大火燃淨了 隔天 少女再次前往山上 女神因為少女心愛的花田消失而非常傷心 少女便溫柔的擁抱女神 放開那個女神讓我來 此時一朵花從土裡冒出 那朵花和少女最初獻給女神的法式是同樣的花 少女那女神的愛讓那種花得以再次綻放 少女又一次將那花朵製成法式獻給女神 好我完全不知道她的故事到底意義在哪裡 畫面是黑白的嗎?字體是歪斜正常 沒錯她那個是本來就這樣子的 她的字體 她這個是故意用成這樣子的 等一下我確定一下你們看到的 對你們看到的跟我看到的是一樣的 她的畫面就是黑白 這款遊戲似乎是走黑白畫風的 在那椅子上也拿不到 這相簿裡面有很多你的照片啊 幹嘛?看抱住她 才不是被老鼠嚇到了 你剛剛被老鼠嚇到了嗎?你不是烏鴉嗎? 烏鴉不是應該吃老鼠嗎?不一定吧 這是日記嗎?得到日記 關於日記可以增加 OK 最初的日記 因為媽媽告訴我只要寫日記 就不會忘記以前的事了 所以從今天開始我開始寫日記了 這邊應該是沒有什麼東西啊 那相簿的話呢 他這個有點麻煩 他這個要推那個 欸? 怎麼了?書房的日記 今天是我的生日 媽媽給了我很多的祝福 雖然這樣我就很高興了 但還有更加更加令人高興的事情 我們家有新的成員了 今天開始我就是這個孩子的姐姐 好開心 為什麼突然莫名其妙冒出一個書房日記 我是覺得蠻以後的 哈哈哈哈 小胖我們都悶吧 好我們要把椅子拉出去了 所以日記的話是 果然我們走到一間新的地方 他裡面除了會有隱藏日誌之外 還會有 一直不斷增加新的日記這樣子嗎 我每天都跟莉莉一起玩 莉莉真好可愛 莉莉應該是他妹妹吧 嗯 嗯 我們看看日記 最初書房放映室的欸 喔 頭影機上面有東西呢 讓我來拿吧 你有熟嗎 掉到奇怪的地方了 怎麼啦 只要能撿到就好了吧 剛在看他 莉莉有著和我的名字一樣的紫色眼睛 好開心 就像真正的姐妹一樣 所以他們不是真正的姐妹嗎 明明沒有操作他就自己動了 嗯 知道工作室鑰匙 鑰匙會自動使用 之前爸爸跟媽媽晚上常常不在家 女優也回去之後 就剩我一個人感覺很寂寞 但是現在有莉莉的陪伴 所以我不再寂寞了 因為莉莉每天都會陪我一起睡覺 這邊應該是不會有藏什麼啦 再檢查一下 這手動式的投影機呢 為什麼剛剛自己動了呢 他的字體是故意用成這樣子的 真的很好笑 走開了 每次都要移動椅子很麻煩吧 下次開門這個小事就由我來吧 你為什麼不早講呢 接下來不使用椅子 烏鴉也會幫忙開門 你為什麼不早講呢 剛剛我們在這邊用老半天 你為什麼現在來說 你妹 抽屜被鎖住了 好我們不知道密碼 工具箱 這個膠帶跟你嘴上貼著的是一樣的嗎 所以他是被貼起來而已 得到了螺絲起子跟刀枕 因為我的緣故莉莉受傷了 我很害怕很難過的哭了 就被爸爸罵說太吵了 然後嘴巴還被貼了膠帶 就算莉莉受傷了 爸爸也假裝不知道的樣子 爸爸大概討厭我和莉莉吧 因為你爸沒有懶趴 啊 這個又可以移動 桌子他看不到上面 哦這要拉了是不是 我怕你爸爸不得你們受傷了 打字機F等於2 O等於10 S等於9 N等於多少 月份日文開頭嗎 欸靠 對耶 真的是月份欸 我剛剛完全沒有想到 所以N等於11 我們來看看 對吧 單字的第一個字 我真的沒有想到這一個 所以這個密碼應該是 11吧 解鎖了 威樂士鑰匙 哇你們怎麼那麼聰明啊 這邊沒有什麼東西 多虧了媽媽對莉莉的治療 我又可以和健康的莉莉一起玩耍了 今天爸爸的心情也很好的樣子 我怎麼覺得 這個莉莉似乎不是我想的那個莉莉耶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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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類莉莉耶 我怎麼會突然閃生這個念頭呢 留生機 這邊有一條線是不是 背標 今天我和莉莉偷偷的在爸爸的遊戲間玩耍 只要和莉莉在一起 就不會感到害怕 真是不可思議 如果爸爸要欺負莉莉 我也絕對會保護她的 嗯 酒瓶 所以這邊對你老爸來說是遊戲式嗎 看起來沒什麼能用的 那我們既然這邊一一在哪裡 要爬上還是 哦 這邊有第二層 他這個設計其實有點巧妙耶 換了一顆撞球用手碰不到的樣子 使用道具 飛鏢 哈哈哈 可以耶 哦 用飛鏢把球弄下來啦 真厲害 哈哈哈 這套居然可以耶 嗯 這顆撞球有裂痕呢 得到撞球 媽媽幫我和莉莉都弄了一樣的髮型 媽媽說我們的感情真的很好 我好開心 連原本討厭的胡蘿蔔都能吃一點了呢 都是多虧的莉莉 不會莉莉其實是這隻鳥吧 那我們還可以再拿那個 飛鏢嗎 沒有不行 哎呦 好痛 怎麼了 呃好像有什麼東西掉了 你的動作會不會太可愛了 他第一件是直接去撸那隻鳥耶 好可愛哦 這比撸帽還可愛 球掉到地上後裂痕變你剛剛要更大了呢 誰 想幹嘛 好像朝這裡過來了 喂快點往樓下逃吧 喂快點往樓下逃吧 要存檔嗎 好啊存啊 嘻嘻 哦不是啊 哎呦 哎呦哎對他是真的鎖定我 往那邊 哎呦他可以走那裡 我為什麼想要批他一下呢 似乎沒有追過來呢 所以我們可以回頭了嗎 剛剛那個傢伙說不定還在呢 等一下再回去 好我們現在來到一棵樹底下 花的數量很驚人啊 沒有和我同顏色的花呢 但你的衣服和我是一樣的顏色 所以代表他是穿黑色衣服嗎 他笑得很開心 除了衣服以外都完全相反就是啊 所以等一下呢 除了衣服以外 所以意思是他的膚色跟髮色都是白色嗎 他是真的就是完全白的這樣子啊 嗯 庭院 今天在庭院玩 因為媽媽說只摘一些花的話沒有關係 所以我用花做了莉莉的頭飾 是有著莉莉名字的花 看起來非常可愛 只要太陽光光照到他就會神閃發亮 我決定在我的房間裡裝飾一朵水仙花嗎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第一個想到的是那個水仙花 不同位置這棟不同花都很像這種花嗎 找到問號問號 蛤 蛤 蛤出去了 又是一個鬼父看了是黑暗老八 沒有啦 人家搞不好一點都不黑暗啊 出門了呢 都先摘都摘都摘 我們全部都先給他摘下來再說 大廳 莉莉來到家裡已經快要一年了大概吧 這是媽媽告訴我的 如果能夠一直在一起就好了 嗯 好 這邊有一個東西 手太高碰不到 什麼啦 你想要那朵花嗎 通通拿啦 叼著花的我是不是看起來很帥啊 得到問號問號 今天爸爸說莉莉很礙事還踢了他 我很生氣的哭著說爸爸很壞 爸爸就說是我的錯 因為我讓莉莉坐在他旁邊 我不僅被罵還被打了 最討厭爸爸了 你爸爸是不是真的沒有懶蛋啊 他們欺負小孩 哦 是剛剛追著我們的人啊 要破壞這個肖像話嗎 先不要好了 等一下我覺得他是想坑我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我先存檔 我先存檔 我覺得他想陰我 然後我們先把他破壞掉吧 打爆你老爸吧 拿到東西了 跨框的碎片 你老爸變更帥了耶 打掃很乾淨 這感覺是個年紀很小的小女孩耶 放著報紙打不開 雖然沒有上鎖 門封置物被什麼東西卡住了呢 看來我的嘴巴應該伸不進去 有沒有什麼可以東西可以用呢 啊 撞球可以嗎 很滑雕不住 不是起子呢 小刀 不要拿那麼危險的東西對我 泡框碎片呢 哦可以 成長應該可以翻夜嗎 我看一下 啊可以耶 嘿嘿 水啦 我以為不行了 我想要靠腰走四個成長 廚房 就快要可以上學了 媽媽說學校是個快樂的地方 如果能交到一堆朋友就好了呢 能交朋友的話 他們也會和莉莉一起玩嗎 他們願意當莉莉的朋友嗎 蘋果我要把它吃啦 再把它嗑掉了 哦真好吃 啊 你剛剛是想吃一口的嗎 呵這樣啊 哈哈然後直接被吃光光了 笑死 來調查一下桌子 有水呢 正好我口渴啦 然後你都喝光了 那你旁邊的小女孩怎麼辦 為什麼這裡的水這麼少 這樣我們就喝不到了嗎 嗯 上學非常的開心 交到了很多朋友 太大放不進去 太大放不進去 欸小刀 呵呵不行 所以代表我們現在沒有東西可以用 在我成功拿二道水之前是不能走的喔 不能用拿到的東西做點什麼嗎 你去吧再見 維納斯的話 我們身上的東西嗎 用花嗎 幹嘛用花裝飾啊 靠腰喔 啊我沒有什麼東西能用啊 難道要用操作嗎 呵呵 太大不能用 討厭欸 哇 哇 他直接強制我卡在那裡欸 好我們先去其他地方吧 木材 小鐵鏟 漆黑 沒有開 這邊沒有東西嗎 他在這邊居然沒有回憶嗎 一個洞很在意嗎 看 這什麼 看到什麼 我剛剛有看到什麼嗎 得到火柴 因為不能帶莉莉一起去上學 所以我非常不安 莉莉總是待在我身邊的說 我一個人上學一定很寂寞 今天睡覺時要比平時更用力的報警的莉莉 太高看不到上面 靠 倒扣的相簧 所以我們要想辦法去拖那個椅子 這裡 這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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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價化妝品 家族照片啊 然後他就下來了 有花的圖鑑有你在意的花嗎 經典花 被拋棄 他底下有寫一個很有趣的東西 今天幾乎全部的花包都開了 維爾利特興奮的等著所有的花朵盛開 明天有沒有機會讓他看到 維爾利特應該不會是我們的主角吧 還是獅子莉莉呢 終於全部盛開了 比想像中更漂亮 真是令人驚訝 維爾利特也高興的歡呼 這個孩子喜歡花真是太好了 不變的想法 盛開花朵比我想像中的還要少 是不是陽光太少也可以研究更仔細 今天可愛的粉紅色花朵再次盛開了 果然很難栽種 沒有讓所有的花都盛開 明年應該可以培育的更好 直到讓這可愛的花朵全部盛開為止 再試著努力栽培看看吧 比去年還少 明年怎麼辦 要繼續努力栽培嗎 與這朵花的花語相當之物一定是不存在的 不變的想法嗎 黃菊 稍微看一下 那個人看看 那個人很無所謂 連看都沒看 那個人應該就只 那個男方吧 這個應該是女方寫的 所以這間是媽媽的房間